新闻开始 但一关心的是桃园中立有一处民宅 在去年7月的时候发生的命案 早往大约两年的飞级情侣 疑似因为感情生变 一阵争吵过后 南方对女友痛下杀手 甚至残忍分尸 桃园地医院在审理过后 就在本月的19号 以杀人罪损坏尸体等罪 判凶险无期徒刑 尺多公权终身 并且会在行之执行完毕之后 或者是赦免之后驱逐出警 发生命案的就是这处民宅 交往约两年的飞级情侣 疑似感情生变 痛下杀手 都是感情纠纷 有人这么说啦 我不知道 这边都住歪了 去年7月中 一名飞绿兵籍女移工密雪儿 与同乡的男移工马克 在桃园中立区的租务处 发生争吵 男友持螺丝棋子与菜刀行凶 朝女友的胸腹猛刺 甚至还将她拖至厕所分尸 手法凶残 由于女移工隔日未到班 雇主与仲介 一同前往租务处访市 经见女移工倒卧床上 立即报案 警方逮到男移工时 还发现她拿走女友两张提款卡 于犯后五小时 立即持拘票将马前拘提到案 并查扣凶刀一把 及其他相关证物 被告犯后虽始终坦诚犯刑 但迄今并未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意味见被告有何悔意 桃园地缘审理后 19号一杀人罪嫌 判处马克无期徒刑 尺度公权终身 损坏尸体罪除有期徒刑四年六月 切到罪除有期徒刑四月 并于行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驱逐出境 记者林住强桃源报导